今天增加了13例 所以現在花蓮縣從3月31號 到目前為止是108例 今天增加13例 住院的人數是106位 今天新增的13名的確診個案裡面的分析 9名是有關於我們奧斯卡的部分 另外還有2名是外縣市匡列 外縣市確診 然後我們花蓮人被匡列了有2位 另外也有醫院 目前有一位護理師 還有社區現在還沒有找到感染源 傳染源的部分一位 而這一位就是花女的學生 學校的部分 目前有停班停課的是光華國小 光華國小有一位確診者 所以三年級那班是停課 全班停課到4月22號 全班有17個人 那門特索利幼兒園的部分 昨天確診的26699的部分 全校停課到4月15號 再加1617周日 那另外還有自強國中 也停班停課到這個20號 全校預防性的停課一天 4月11號 等於說自強國中 明天全校預防性停課一天 那另外今天有一個新的案是我們花女 花女的案件 所以花女的部分 這個二年級部分 有一班是全班居隔 老師也有居隔 停課到4月18號 6999這位 這位是東大的研究所的孩子 東大研究所 那她的女朋友呢 4月3號有到台北 到台北 她和她女朋友到台北 那女朋友有到台北的Icon夜店 所以那裡是一個 原來也是一個 有確診者足跡的地方 之後4月4號回到花蓮 那她在4月7號 這位這個男性的研究所學生 4月7號開始發現 她的發燒耳鳴 而且有腹痛腹瀉 所以4月8號她到布花 去做這個快篩 快篩是陽性 所以隔一天馬上去做PCR 驗出來是這個陽性 所以現在已經住院了 那至於女朋友的部分 其實她本身也有點症狀 所以她4月8號的時候 跟男友一樣在布花做了快篩 但是男友是陽性 但是女生呢是陰性 所以現在女生已經做了PCR 也在等待時間 是不是會成為陽性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女朋友是有被居隔 那男性的研究所的學生 已經在這個醫院來住院了 所以她的足跡 從往前推算 從4月4號 從這個台北 坐火車回到智學車站 然後到了幽林餐廳 吉安鄉建國路的幽林餐廳 之後 在晚間11點的時候 到宜德生活百貨公司 百貨事件 所以她的活動 4月5號在智城藥局 因為可能覺得不舒服了 所以在智城藥局有買藥 4月6號在東華藥局 晚上在吉米參訪用餐 4月7號晚上7點11分 在宜青木盒 便當買便當 然後之後又到宜德百貨事件 4月8號就是到了 因為4月8號她到布華來做採檢了 然後之後 之後這個 有到賴一張 魷魚根 還有我們的肯德基 以及麥當勞 好 好 所以 我們再看27306 27306 目前CT值是33 她的CT值蠻高的 表示她的傳染性 稍微比較低一點 女的部分 她4月2號其實已經 有一些喉嚨痛了 但是也不以為意 4月6號一樣去上學 但是她4月9號 覺得喉嚨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有發燒 肌肉痠痛 所以她直接到門諾掛急診 PCR陽性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了這個 因為PCR陽性送了醫院以後 就開始確診要做疫調 所以從4月9號 所以從4月9號到著推 所以就3月28號有到這個花蓮市林森路 番茄益式廚房 那3月30號有到雙匠咖哩建國店 3月31號 在晚上7點13到波波雪花冰屋 然後到7點55分再到曾咖哩 4月1號到台南虱目於新港街的2號 以及4月3號晚上10點到全家便利商店 吉安仁安店 4月4號到萬家鄉金智早餐咖啡宜昌店 那4月6號也就是開學那一天 開學那一天放了學以後 到我們的尚愛的美顏專家 8點52分到7-11金秀和門市店 那4月7號晚上7點19分到不舒服 六耳鼻後科再看診 4月9號他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掛急診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請我們的鄉親 如果您有類似感冒真的不舒服 請一定先去做這個快篩 再就是27551的部分 27551的部分 它本身是這個住三峽 春假期間回到花蓮 那他是三峽一個國小的孩子 被3月31號他的老師被通知確診 而這個也打電話給這個學生要做居隔 而那時候這個學生已經回到了花蓮 來過春假了 所以他整個整個春假期間都是在家居隔 都是在家居隔 那4月9號他已經準備居隔要解隔了 然後再一次到醫院去做PCR 那醫院這個是陽性的確診案例 27555 這是我們的一位慈濟的護理師 那護理師他的足跡非常非常的單純 非常的單純 他是在昨天他的這個身體不適 是感覺有感冒發燒的症狀 所以他就直接到慈濟來做PCR 而PCR也是成陽性確診的反應 那現在的這個感染的這個源頭途徑 還在做還在分析還在調查 這個反應如果身體不適 一定要隨時跟衛生局來聯絡 好 那我現在把這個 現在要這個說明我們奧斯卡 群聚延伸的9個案 請中美豬副局長來為大家說明 謝謝縣長 今天有關新增的9案裡面 跟奧斯卡其實有8案完全都沒有奧斯卡的足跡 只有一位是員工 好 再次強調 那縣長剛剛有提到 已經衍生到家人了 都是居隔自主健康管理 然後已經發病的 那我就第一個案開始做報告 第一個案是27128 他是一個15歲的男生 國中生CT值是24.3 他的接觸者就是我們這個26160 26160是他的哥哥 那這個哥哥呢 他到過奧斯卡以後回來 已經讓他的家人女朋友 還有他的姑姑 已經是在前兩天都已經確診 那弟弟目前是第三位 因此26160 他已經讓三個家人陽性了 這是今天報告的第一個個案 那27128呢 這個4月6號他早上6點鐘 有到吃出飽早餐店 早午餐 那早上呢他就上學 那下午呢 5點52分呢 在自強國中的游泳池 那4月7號下午4點多 到新秀農會 農會的超市 這是我們自強國中的學生 那他是在居隔中呢 不舒服 然後驗出PCR 好 接觸者是26160 那這個部分27128呢 他已經匡列48個人居檢 居家隔離 就是剛剛有提到的同學的部分 接下來第二案是27394 他的接觸者是26005 那在26005呢 他是35歲的女性 那要說明的是 昨天有報告兩個小朋友 一個兩歲一個五歲的 昨天陽性的這個個案 他是被爸爸 爸爸有去過這個奧斯卡 之後呢 先給兩個女兒這個陽性的 那昨天女兒陽性 今天太太 昨天太太也陽性了 所以這個先生呢 已經讓他的全家呢 兩個小孩太太 都已經是陽性的 那這個個案呢 他4月7號被匡列居隔 當天是PCR陰性 但是因為4月8號前天小孩子發燒 那這個4月9號PCR是陽性 那昨天他也是陽性了 那事實上他是有完成3劑的 這個疫苗接種 這是我們27394 也是一家人 一家人的感染 那這個27394呢 他4月6號下午1點半 曾經到過花蓮一信的總社 好 那1點44分也到國安郵局 那2點鐘去過7分的這個連橫門市 下午2點13分他到方瑞的餐聚 那4月7號呢 早上8點半 他用早餐盛好早午餐 那38分呢到全聯 9點4分到封川的門市 個案27129 他的接觸史是 接觸者是24686 他是一個女性36歲 這是唯一是在奧斯卡的員工 所以今天的9位裡面 唯一是奧斯卡有這個重疊的 那其他都沒有的 那這個個案呢 4月6號有症狀 他開始合攏痛 他4月1號3號都在奧斯卡上班 那4月2號的晚上 有曾經跟確診者 一起到我們的好樂隊唱歌 之後呢他居隔以後呢 第一次這個居隔當中呢 PCR是陰性 到4月9號昨天快晒 這個快晒就已經陽性了 所以馬上收住 那他是有完成3劑的 他是有完成3劑 那這是唯一是這個員工 那他4月1號到3號呢 晚上呢到清晨 都是在奧斯卡這裡顯示的很清楚 那4月1號的中午 對阿姨媽媽的店 2號呢到好樂隊剛剛有提到 那2號的清晨呢到前季早餐 4月3號早上9點多到統冠 當天的下午6點26分到7號 這個新營家門市 這是他的足跡 接下來第四個案 是27552 他是一個60歲的小朋友 這個是國小護幼的小朋友 他是媽媽到過奧斯卡去 那回來以後 這個接觸小朋友 就接觸小朋友 小朋友抵抗力弱 就傳染給 這個媽媽傳染給這個小朋友 媽媽是26692 4月8號確診 那小朋友被匡列接觸者 那4月9號直接做PCR 就已經是陽性了 這個案的小朋友 那4月5號呢 小朋友還沒有在居隔之前呢 下午4點鐘有到光南 下午5點鐘有到九九 那4月6號中午也到27305 他的接觸者是26000 26000是一位女性 他也是到過奧斯卡 然後之後呢 傳給他的小孩子 就是今天這個 國小五年級的小朋友 CT值是12.3 那媽媽是4月8號確診 他被匡列了以後呢 4月9號去直接做PCR 就是昨天 直接做PCR就是陽性了 所以他沒有任何的足跡 那第六個個案是27130 他的接觸者是25713 第六個個案是 他的媽媽呢是25713 這是媽媽傳給小孩子 這個是一個女性 一個小女生8歲 是國小二年級的小朋友 CT值16點27553 他是一個37歲的男性 一個這個貨運的司機 那CT值19.4 他的接觸者是25184 25184是他的這個 他是 他的女朋友是25184 曾經到過奧斯卡 那也曾經到風川的這個個案 那這個 成性男性 他的兩個兒子 目前都已經陽性 等一下要報告的 也是他的孩子 都是到風川用餐的 那4月7號有症狀 那他的女友呢 25184 在4月5號就已經 這個通報確診 他的另外一個孩子 是4月6號確診 那另外一個孩子 就是等一下要報告的 兩個孩子目前都是確診個案 這個 4月4號 跟一些朋友 在風川餐廳用餐 那根據我們的統計呢 4月4號 一起用餐的裡面呢 目前已經 7位 8位 一起用餐的 已經8位都陽性了 所以今天我們有要求 風川餐廳 要停業兩天 一天全部消毒 一天要禁止 案27554 他是一個女生 小女生13歲 一個國中生 那4月7號有症狀 4月7號有症狀 他這個就是剛剛我提到的 這個27553的女兒 那昨天因症就醫就是有症狀 以後直接做PCR陽性 所以是一家人 爸爸 兒子女兒都已經確診在醫院 一家人 接下來第9個個案 這個個案 他是在一個飯店當房務 當房務 那他完全沒有去過奧斯卡 他的同事昨天確診 今天他確診 他們兩個是不同單位的 這個就我們會特別的關心 第9個個案是27393 他的接觸者是25711 昨天確診 這是一個32歲的女生 女性他CT值非常低 15.5 15.5 那他在4月7號開始就有症狀 磕瘦裡不水喉嚨痛 那因為有兩個同事確診 所謂的兩個同事確診 一位是昨天的 一位是曾經到豐川用餐的 因為有兩個同事確診 這兩位是25711跟26693 那因為這樣子 公司要求他全部去做PCR檢查 那他一做快篩檢查以後 陽性馬上到布華去做PCR 就是陽性了 所以他是 這個飯店已經有三個陽性個案 那這個 32歲的這個個案27393 他有完成兩劑的疫苗 那接下來他我們提到他的足跡 那4月3號 早上7點到11點呢 曾經在飯店工作 這裡可以看得到 到晚上8點下班 那也到過我們這個199 也到這個大級 這個酒廠 那4月5號呢 早上6點鐘到下午 繼續上班 下午1點多 有到這個7的復級門市 那4月6號呢 他一樣是上班 這裡可以看得到 那下午2點57分呢 有到復國郵局 那下午3點到9點了 這中間他曾經去過維格藥局 那下午也到過這個復級門市 到丁丁這個藥妝店 這是4月6號 其實就比較多 那也去過我們屈城市 還有到遠東藥局 那4月7號呢 他繼續上班 好 之後呢 下午用餐啊 到我們的這個 迴轉的收拾店啊 周爾比喉科 這個門診 還有到7 到必勝客 到199 那4月8號繼續上班 下午到這個花蓮的佳樂福 那9號他就開始 這個不舒服做檢查 陽性收住 請問一下 昨天新城商局培餘派服所 晚上有招到一個酒駕 然後就是後來發現那酒駕是確診 那想要問一下說這個 這個酒駕確診呢 它是新的傳播鏈嗎 原本就有這個案例 好 中副局長 好 謝謝 這個個案呢 是昨天夜裡的事情 好 那目前我們都要在持續的疫調中 那到底從哪裡傳染的 這個我們還在這個了解當中 好 還有妳是那個 慈激醫院說有 持有病房 有新增6名確診患者 那現在目前狀況 所以 慈激醫院的急診是有 好 今天我們接到資訊以後呢 目前這個11樓 這個病房呢 所有有感染的 就確診個案 目前都已經移到我們的專責病房 那這個病房呢 目前醫護人員陪病者看護病人 這個完全都不進不出 目前 好 那現在持續醫院呢 昨天一發生這個 護理師感染以後呢 其實他們昨天在夜裡 馬上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所以在夜裡就開始針對病人 每一個都做PCR檢查 好 才會有這個各位現在提到的個案 好 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慈激醫院其實在很快的 這個時間裡面就 針對自己的病人 那今天呢 他們陸續針對3到11樓的 陸續也會針對所有的 醫護人員陪病者 還有病人 開始做PCR的檢查 這個евид有的 過程